这次巴黎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 实现了拿干净 精快的三赛目标 巴黎时 代表团405名运动员 共35个项目 151名运动员 接受了新分级检查214例 检查数量 比东京奥运会 230例的数量 位增 反降 这也体现出了 国际反吸氛气组织 对干净的中国运动员 和中国反吸氛气 致力成效的认可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 本届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 参赛成绩特点 那就是突破 一是参赛项目数量的突破 本届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 232个参赛小项 为境外参赛 奥运会小项最多的一次 更多的项目运动员 有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 二是金牌总数和质量的突破 40枚金牌突破了伦敦奥运会的39基 东京奥运会的38基 获得金牌运动员达到60名 创境外参赛历史新高 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持平 三是金牌布盖面的突破 本届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之前没有获得过金牌的 花样游泳 艺术体操 自由式小轮车 三个分项上获得金牌 夺金分项共14个 仅次于北京奥运会的17个 次是培养输送金牌运动员省份数量的突破 本届奥运会获得金牌的运动员 来自20个省区市 获得奖牌的运动员 来自24个省区市 展现了我国经济体育 全面均衡发展的新成就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会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卤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六千元 请提供 六千元 六千元 谢谢观看